哈喽大家好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呢 我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宣布 就是最近呢 我成立了一档podcast节目 也就是网络广播节目 叫做停有想法 那停有想法呢 其实算是一档时事讨论节目吧 因为每一期节目呢 我都会邀请一位朋友上来 根据时下的热点事件啊 又或者是热点现象展开讨论 那目前停有想法呢 在各大的podcast平台都已经上线了 大家可以去Apple Podcast写好 Spotify Google Podcast等等 只要搜索停有想法就可以收听啦 那在这里呢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订阅我们的podcast节目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停有想法 那影片正式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留学Q&A的第二集 也是最后一期 那上一期的影片呢 我就针对了中国留学的一个大体方向做了回答 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呢 我把link放在description那边 可以去点来看 今天的影片呢 我会更有针对性的去回答 中国传媒大学和播音系相关的问题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我再一次的要跟大家交代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我目前就读的是中国传媒大学 修的是播音主持艺术专业 目前大四 我自己是读中生 在2016年高中毕业之后呢 我就直接用同考成绩申请 2017年的9月正式入学 所以接下来呢 我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了解到的资讯来回答问题 留学生考播音系也需要议考吗 留学生考播音系是不需要议考的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的话 基本上通过机构去申请 只需要提交相关的一个视频材料就可以了 我记得我当初是录一个9分钟的影片 3分钟新闻播报 3分钟文艺作品朗诵 还有3分钟的节目主持 就一共不超过9分钟 中传的播音主持要求是怎样的 其实中传播音系在招留学生这方面呢 没有很明确的标准说 怎样才算是合格 主要老师还是看你是不是这方面的料子 看你的天赋啊 看你有没有可塑性 换句话说呢 就是你是不是可造之才啦 那另外呢 在外貌身高体重方面呢 也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 主要还是看你的总体的气质 还有你的形象 符不符合老师的演员 又或者是符不符合老师心中 播音员主持人的那个形象 确实还蛮难的 申请播音主持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把刚刚我讲的那个9分钟的影片 一定要录好 对自己要求要严格一点啊 就是一个字错都不能够通融的那种严格程度 因为主要老师还是要看你是不是这方面的料子吧 所以你一定要通过那9分钟去呈现你最好的那个能力 最好的天赋就从那9分钟里面展现出来 那再来如果你是在中学时期 学校有参加很多主持演讲辩论比赛有得奖的话 多提供几张那些奖状证书呢也是会有辅助作用的 还有就是校长老师推荐信自己的自荐信等等呢也是会有影响的 海外留学生加入中传播音主持的语音标准会高吗 其实呢 它的严格程度呢 不会像要求中国普通话的那个水平 但是最主要呢 你还是要口齿清晰 口条要好啦 如果一个人上来 他前后鼻音平翘时的严重不分 然后口条不好 声音条件也很差的话 肯定还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的口齿清晰 然后口条好 怎样都是会有加分的 下一个问题 波音腔要怎样练 有开班教学吗 嗯 有的 这也是我最近才开始做的啦 就有在帮忙指导和纠正一些语音上的问题这样子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 其实可以来私信跟我了解一下课程内容 那至于波音腔要怎样练呢 其实没有所谓的波音腔 只是因为波音员主持人呢 他们的发音都很标准 才会给人家感觉 哦那个波音员就是有波音腔 其实只是要把语音和一些发音上的问题纠正过来 其实就OK了 波音系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电脑更合适 其实没有规定说一定要用怎样的电脑 如果是新生的话 我会建议不用一下子买到太贵的那种电脑 又或者是你有哥哥姐姐有旧电脑的话 其实可以先借来用 先去那边至少一个学期了解的情况适应了之后 再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买一个最适合你的电脑 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想请问中传播音主持系的课 会和中国人一起上课吗 是的 会 呃我们这样中传播音系呢 一般会招100个学生 50个男50个女 而留学生的话 数量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 像我这一届呢 就招了6个留学生 我师姐那一届呢 招了3个留学生好像 然后我10倍他们就5到6个也是 虽然说是没有固定的数量啦 但是一般上都是个位数 不会超过10个人 所以相比中国学生而言呢 我们留学生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老师不可能去专门开一班来教我们留学生 所以都是一起上课的 作为留学生会因为本身文化问题很难和对方沟通吗 会不会很难融入中国学生 这点对我来说其实还好 因为我认识到的中国学生 其实人都很nice很亲切 如果你想要融入进去那个大团体的话 就要主动的去认识人家 就不要等别人来迁就你 曾经我也是一样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觉得我是留学生 应该是他们来迁就我照顾我 但后来我换了一个方式想之后 你就这样子想啦 你今天在中学 然后你已经有自己的一个非常熟悉的小团体 好朋友好姐妹啊 经常会一起上下课 然后今天你的班上突然来了一个中国的转校生 他就一个人静静在角落 下课的时候很少人会主动去问这个转校生说 哎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啊什么 不会去主动带他参与进去你的小团体 这也是为什么多数人都很怕转校的原因 但是如果这个转校生他来主动跟你讲 哎去听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下课 你肯定还是会欢迎的啊对不对 所以作为少数群体 你要融入大群体嘛 所以你就要主动的去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 虽然这样子讲很现实啦 但确实现实就是少数要去融入多数 而不是让多数人来去迁就你 中国的播音和台湾的传媒最大的区别 首先要声明一点 我不是特别了解台湾传媒系是什么概念 是大众传播吗 因为我自己当初呢 是拿中国播音和马来西亚的MASCOM 台湾的大众传播来做对比 那一般上呢 MASCOM和大众传播呢 都会涵盖四个方向 也就是广播 新闻 广告 还有公关 就是四个领域都会有 那有些大学呢 它是没有单单提供广播系的 所以就变成你在读这个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呢 四个领域你都要去touch到 都要去学 然后当初我是很明确的知道 我要往广播主持这方面去学的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大学四年 没有办法很专的去学我有兴趣的东西 然后还要把时间分给广告啊 公关 新闻这些 我没有特别有兴趣的内容的话 我会觉得有点浪费时间 那中国播音系来讲 就稍微更加转一点 像我们花大半年的时间练发音 练表达 然后之后等稍微成熟一点呢 才会涉及到新闻播报啊 然后还有广告配音 影视配音 小说演播等等 这些只要是跟声音有关系的呢 我们都会学到 中国播音系呢 就比较注重在目前工作 就目前的主持人的一个培训 那MassCon大众传播又或者是广播系呢 据我所了解 他们都会学到一些幕后的工作 像拍摄的技巧啊 剪辑的技术啊等等 这些他们都会学到 而我们播音系在这方面呢 基本上是不会去碰到的 更多后期制作的内容呢 多数都是我们自己去摸索的 这也是为什么你们在看我的影片 剪辑手法都特别的单一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好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现在疫情不能出国 你会怎么建议学弟妹 确实现在这个疫情 中国学生都已经开始正常上课了嘛 而我们留学生就被迫卡在国外上网课 而且据我所了解 我的师弟师妹他们上网课的效果 都不是特别的好 那我如果非要我建议给 即将去中国的师弟师妹的话呢 我会建议他们先想清楚 自己是不是真的非中国不可 是不是非这所大学不可 那再往后延伸想 如果上网课你能不能够接受 如果不能够接受的话 我觉得其实一年的get year空创期 也不是一个坏的建议 可以利用这一年的时间 好好的去锻炼一下自己 磨炼一下自己 摸索一个自己的兴趣和方向 一年之后呢 看情况再做决定 那如果你觉得上网课 对你没有影响的话 那就抱吧 果断的去吧 等录取之后呢 再好好打算一下 那确实这个疫情呢 对我们留学生真的很不友好 所以呢 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跟家人商量 跟他们讨论一下 再做决定 好 那这次关于中国留学的Q&A呢 到这边就完完全全的告一段落啦 嗯 我是真心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地想清楚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 毕竟自己要学的东西 还是应该由自己的心来做决定 也希望这两支影片呢 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like和subscribe 也不要忘了把它share给你身边 有需要的家人或是朋友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记得关注挺有想法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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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